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以示以示今天來到萬錦區 位置是Wood By Gap Apple Creek Road 這個商場在我們後面的餐館叫做月泰棧 我們從未來光顧過 這次都是第一次 進去看看什麼食物 進來餐館坐下來 我會覺得它是屬於一間中型的餐館 樓底都是偏高的 氣氛方面我會用浪漫來形容 因為我覺得它的燈光方面 也有一點點昏暗 多麼浪漫 現在這個時候 都未曾說是正式一個lunch time的餐期 又估計不到都幾多人客人 進來光顧 我們坐下來之後 當然要看看有什麼食物 它說明是月泰棧 相信越南菜和泰國餐都會必有的 所以我現在慢慢看看 因為剛才我大致上看過 都發現原來它們都有很多不同類別的食物 例如有湯河粉 或者是小食 咖喱 或者是一些炒的小菜都有 所以我要慢慢跟大家說 希望我的聲音 大家會聽得到 因為周邊都有一些比較吵 越南菜 相信牛肉粉 湯粉 都會是一個代表作 所以剛才我叫了一個牛肉湯河 另外呢 除了河粉之外 還有一些美拖粉 又或者是牛腩麵都有 還有雲吞湯河都有 都幾特別 雲吞湯河會不會是比較廣東式一些呢 那越南菜方面就說了這些 還有一些小食 小食的一些春卷 越南腸粉 都是相當之吸引 還有蘇炸生蠔沙爹 我想都是不少的 我看到都是什麼都想叫的 還有就是咖哩 或者泰國餐方面咖哩都是不錯的 也都是不可缺少的 這裡都有很多款不同的咖哩 有紅咖哩、青咖哩 我們也打算叫一個 咖哩牛腩配薄餅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喜歡吃的東西 明年3月就10年了 謝謝 謝謝姐姐 剛才姐姐說 明年3月就10年的時間 因為剛才我坐下來就問她 到底你們開了多久呢 因為非常不好意思 我們是從未來幫襯過 食越南湯河 特別是生牛肉粉 都是一個很緊張的時候 因為要把它趁湯熱 就拌下去 讓它是熟一點 湯河粉方面 這裡是有乾粉和有新鮮粉 我們可以選擇的 剛才姐姐問我們要哪款 我就選擇了這個 新鮮河粉 裡面基本上特別牛肉粉 特別牛肉粉的東西都有 例如有牛肉 牛柏葉 牛肉丸 還有什麼呢 不記得了 大致上是這樣的 牛腩來的 這個應該 多漂亮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要吃了 因為要嘗嘗它的湯夠不夠味道 還有要趁熱 這個湯是非常熱 很有牛肉味 要快點吃了 這個湯很熱 還有很香的牛肉味道 至於河粉呢 有新鮮和乾粉給我們選擇 我選擇了新鮮 這個是我個人的喜歡 因為覺得新鮮比較滑 新鮮河粉是OK的 那個質地 但我覺得它好像比我另外吃的 那間是厚的 一點點 分別不是那麼大 但也覺得是有分別的 至於這些菜 這個牛腩 這個牛腩 它是片得那麼薄的關係 都是好吃的 那你牛還有些牛筋 我想都沒什麼特別可以說的 因為都 都挺好吃的 那牛排葉 那我喜歡它做到 柔柔的柔葉絲 很爽 我會覺得是一個 好味的 生鮮河粉 好吃 謝謝 剛才侍應姐姐放冰這個 越南咖啡的時候 都問我們 知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多謝她 因為很細心 暫時都還沒準備 不過想給大家看看 是什麼狀況 通常吃越南餐 都會選擇喝一杯 越南咖啡 因為不是經常性喝得到 其次就是 越南咖啡是用煉奶 我們覺得來講 比較甜一點 但是又想想 譬如有些時候 可能香港 或者這裡的華人 去喝港式奶茶 會不會都選擇喝茶酒 因為茶酒 都是用煉奶來調配 如果喜歡的話 我想都會挺欣賞這個味道 謝謝 泰國菜方面 我會覺得咖喱 都會是一個代表作 我們叫了一個 咖喱牛腩配薄餅 就這樣看 咖喱牛腩 我會覺得它簡約一些 因為我都看不到 一些綠色的 garnishing 至於薄餅方面 我就在其他餐館吃過 給它是立體一些的薄餅 因為這一種薄餅 我就覺得很像 在超級市場買回來 加熱那一款 希望我沒有說錯 好 先試一下 我想給大家看看醬汁 但醬汁我又很滿意 因為它很稠 很新 感覺上它很濃 而且好像都會有 有些材料煮到它這麼濃 我會覺得 至於牛腩方面 它切的尺寸都很好 大小方面 我也覺得是滿意 份量方面 都可以 它起碼會是滿了 這個碗裏面 我們上一筆咖喱汁 我們點薄餅 薄餅 我就會覺得 如果它是鬆一點 就好一點 它這個是一個 扁身的 因為我覺得這一種薄餅 它會是鬆一點的話 會覺得一個層次感 會多一點 但是就這樣看它這個 都會鬆的 但是沒有這麼拱起 薄餅是鬆脆 鬆化 咖喱汁 是吃到有咖喱味 但是並不太辣 我想單獨嘗嘗咖喱汁的味道 我隱約覺得是有些椰絲 有香茅味 都是一個滿意的咖喱汁 因為剛才所說 它的濃度夠 它可以上到它的薄餅 甚至乎是滷飯吃 不會是水流流 我都覺得很滿意 好吃 咖喱汁的味道 是越吃越好吃 剛才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辣味就不太過 但是越吃的味道 辣味就出來了 但也不是很新辣 我覺得是香 另外剛才我不是說 吃到一些椰絲 現在吃下去 我也不敢說那些是否真的椰絲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微粒 那會不會是那些香料 煮了咖喱之後再打碎 還是本身把香料打碎 才煮下去呢 真的不止了 反正真的很好吃 牛腩方面 這個尺寸它是切得不錯的 吃下去它不會說很瘦 就是不會說很柴皮 但是都要有些力度 有些時間要去處理 都要咬 但是它不是說很難去咬開 也不是說很韌 我想是軟和韌的中間 就是它都要少許時間去咬 還有它都有一些筋膜包著的 它不是那種入口一咬 是鬆化的那種口感 並不是時間 但是我都覺得是可以接受 都不錯 反正就是咖喱真的很好吃 咖啡味很香濃 下了是煉奶 所以是很甜 那個甜度呢 我會覺得是接受 但是只不過是我們 不是喜歡吃這麼甜的意思 都挺好的經驗 我覺得 越南咖啡 嘗嘗 嘗嘗 我未吃這個蝦卷之前 都有些少許資料想補充 剛才跟侍應姐姐聊天 她真的很好 很恩勤 也很和愛 跟她聊天 就說原來咖喱 是煮這個咖喱的師傅 是馬來西亞人來的 我也搞錯了 這個正式來說 是馬來西亞咖喱 就不是泰式 之所以是這麼好吃 因為馬來西亞方面的香料是很充足 所以這個咖喱味道 我的評價就很高 相當好吃 好了 今天講一下這個蝦卷 都是一個小吃 用米紙包著有些蒙粉 生菜 蝦 就點這個是甜醬 它有點花生 所以溫馨提示 花生敏感的朋友 就要注意一下 蝦卷我會覺得是一個開胃小吃 裡面是有薄荷葉 很清新 會不會有檸檬葉 我又不太肯定 總是隱約吃了一點點的味道 還有還有一樣 我不是說是配甜醬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吃蒙粉 覺得配魚露才是一個最佳拍檔 所以剛才問了我姐姐 拿了一匯魚露過來 各有各好吃 不過我們都是比較傳統一些 魚露會覺得它是酸酸的 又更加開胃 很好吃 而且米紙都講漏了 很嚴重 好吃 我們今餐是吃了三十八塊一號四 餐館就為了鼓勵我們拍Youtube 知道我們辛苦 所以給了九折我們 多謝老闆 總結一下今天的用餐經驗 都是相當正面和良好 一坐下我們已經盛讚 事業姐姐的服務態度很好 我覺得她真的很細心 食物質素方面來說 我們都覺得是很滿意的 特別剛才都講了一些東西 你們自己看回 每一個食物的食後感 還有一些資料想補充 剛才吃的牛肉河 我們就吃了牛筋 我們發現它的牛筋 就不同我們 是廣東式的那種蚊 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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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 不會吃得很膠質很重 我相信是不同的做法 有不同的效果 我們覺得OK的 因為它不會很硬很難咬開 另外就是 講回它的菜單 剛才都說了一些東西 我發現很欣賞它有個自選套餐 想不到是吃 泰式、粵式 又或者馬來西亞、東南亞 這方面的菜式 它都有一些自選套餐 給我們去選擇 有兩款至六款不等 也是跟白飯的 我都會覺得有些時候不想煮飯 過來買個外賣都不錯 講開東南亞菜式 或者馬來西亞、泰國餐 各樣東西 剛才有侍應姐姐告訴我 原來這個月泰棧的舌頭 老闆是越南華僑 至於太太就是馬來西亞華僑 所以兩個雙劍合璧底下 就可以做到一間月泰棧 有這麼好的東南亞菜式 除了有越南和泰餐之外 還有是馬來西亞的特色 喜歡吃泰式 又或者是越吃的小炒 越南粉的朋友 請你給我們一個like 又或者來越泰棧 嘗嘗他們 不但只是提供的 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甚至乎是東南亞的fusion菜 都是應有盡有很多選擇 喜歡我們這段短片的 請你訂閱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還有還有 今天我們來到越泰棧吃東西 是緣份的驅使 緣份的安排 因為我們吃完這一餐之後 有一個重要的地方要去 和大家網友們 是息息相關 不但只是多倫多的朋友 海外的網友、海外的華人 相信你都有興趣去看 想知道在哪裏 千萬不要走開 所以跟著我們來